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升温 由于俄罗斯跟北约的僵局未解 俄罗斯拒绝撤离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10万大军 同时军演动作连连 近来先后传出将与白俄罗斯 在其西部跟南部边境举行战备演习 之后又有消息指出 俄罗斯将跟伊朗跟中国来联合举行海上的军事演习 再加上俄罗斯传出了将重武器运往乌克兰边境 同时从1月初开始便陆续的撤走 派驻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的人员跟家属 让外界猜测这可能是开战的前兆 日前俄罗斯派出了10万大军驻守乌俄边境 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近来又传出俄罗斯将重武器运往乌克兰的边境 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了解 俄罗斯持续在乌克兰边境增兵 必要的重武器也已经到位 消息指出俄罗斯联邦东部军区 至少两个伊斯坎达飞弹旅 正在向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来部署 有网络上的影片流传显示 这是俄罗斯正运用火运车来运载军事的装备 从特征来判断应该是伊斯坎达弹道飞弹 根据了解伊斯坎达飞弹全长7.3公尺 射程达到了50到400公里 弹头480到700公斤 可以安装油气弹、极数弹 也可以安装较小当量的战术型核子弹头 纽约时报的消息指称 俄罗斯军方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来部署了更多的攻击机 包括了苏-22跟苏-24 报道指称 如果莫斯科决定要入侵乌克兰 前期的轰炸打击必然是优先的手段 除了在边境部署重兵重武器之外 俄罗斯也频频地举行军演来恫吓敌方 继11号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派遣约3000名的军人 于国内西南部四个地区来展开模拟的战斗训练之后 18号拜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该国将与俄罗斯在境内的西部跟南部边境来举办战备演习 军演分两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将从18号持续到2月9号 重点放在部队迅速的部署 保卫政府跟军事设施以及联合空军的射击演习 第二阶段则将在2月10号到20号来举行 重点是加强边境的防卫 但是双方均未透露会有多少的兵力来参加演习 与此同时 法广也报道 俄罗斯、伊朗跟中国将联合举行海上的军事演习 该消息由俄罗斯新闻社RIA来发布 并引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官方消息 不过该消息并没有提到 三国海上军事演习是由哪一个国家牵头组织的 也没有明确地指出时间跟地点 以及参加国家派遣见之演习的细节 更引人关注的是 俄罗斯从1月初开始 便陆续地撤走派驻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的人员跟家属 让外界猜测这可能是开战的前兆 综合媒体引述美国跟乌克兰的安全官员说法指称 俄罗斯本月5号安排了18名派驻基辅大使馆的人员 乘坐巴士经过陆路来返回首都莫斯科 车程长达15个小时 绝大部分是外交人员的妻儿 数天之后又有30个人获得安排回国 部分人员来自于驻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的领事馆 派驻在另外两间俄罗斯在乌克兰领事馆的人员 也同样收到了通知准备要离开 一名匿名华府的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先前收到的情报显示 俄罗斯准备在上个月底跟本月初来 散住在乌克兰大使馆人员的家属 报道分析 俄罗斯此举的目的之一可能是进一步的施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严肃的看待俄方有关乌克兰永远不能够加入北约的诉求 以及北约士兵核武重型武器必须要从波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来撤走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18号回应相关报道时强调 驻基辅大使馆运作如常 俄罗斯动作频频西方国家也高度的警戒 法广引述俄罗斯工商日报18号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跟美国国务务卿布林肯将在21号在日内晚来会谈 讨论莫斯科向西方寻求的安全保障 一名美国国务院高阶官员说 布林肯将在会谈当中来敦促俄国立即的采取行动 让乌克兰情势降温 而在会谈开始之前 布林肯18号搭机前往乌克兰转线支持 预定19号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布林肯20号也会前往柏林跟英国、法国以及德国 就乌克兰的危机进行四方会谈 之后布林肯接着将前往日内瓦来跟拉夫罗夫会谈 根据报道 布林肯在动声之前曾经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电话会谈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指出 双方讨论了1月10号举行的战略稳定对话 12号举行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 以及13号举行的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会议 布林肯强调将继续地通过外交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 同一时间欧洲国家也积极地从中斡旋 综合媒体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17号表示 为了增强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行为时的防御能力 英国正准备提供乌克兰一种轻型的反装甲武器系统 第一批已经在17号交付给乌克兰 另外也有派遣少量的英国人员 前往当地为乌克兰的军方提供短期的培训 华勒斯没有特别的说明究竟提供了多少数量的武器 也没有明说武器的类型 他只有说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并不是战略武器 只是防卫型的武器而已 对俄罗斯来说几乎没有威胁 由于射程也是属于短程 主要是为了要添增乌克兰军方的防御机制 另外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17号则在基辅跟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之后表示 为了要解决日益升级的乌俄冲突 德国跟乌克兰将推动一次新的外交场势 并且致力于重启诺曼蒂模式的对话 所谓的诺曼蒂模式是由德法乌俄共同参与的对话平台 2019年四国在巴黎举行诺曼蒂模式的峰会 但是自此之后这种模式处于搁置的状态 莫斯科跟基辅2015年达成的旨在乌克兰东部恢复和平的明斯克协议 也是在德法两国的斡旋之下达成的 对于这一场无二危机 法广引述纽约时报15号的分析评论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玩一场游戏 而乌克兰只是他布局里的一小步 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透过地缘政治来维护他在俄罗斯的统治地位 报道指出去年底普京打烂了全球政治的棋局 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让世界陷入到了恐慌当中 克里姆宁公对于事态升级的解释令人可疑 坚称是为了要反击西方将乌克兰拉入到北约 而北约侵犯了俄罗斯认为的势力范围 但是事实是北约尽管摆出了各种欢迎姿态 却没有准备好要接纳乌克兰成为成员国 可以肯定的是普京当前的目标 就是要逼迫乌克兰重返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但是这只是更大布局里的一小部分而已 普京有宏大的计划 那就是要重塑冷战之后的格局 并且在过程当中确保他在俄罗斯的艺人独大体系 从西方目前尴尬痛苦的反应来看 他可能就要得受了 对此纽约时报举例 近年来普京通过了修改宪法 改写历史跟镇压反对派 成功地恢复了他在俄罗斯的艺人统治传统 现在他试图为这个体系来提供一个坚实的强国脊梁 让俄罗斯在全球重拾魅力 过去十年来 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仅表现出 重新控制前苏联地区的意愿 在乔治亚跟乌克兰展开的试探 还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足迹 包括干预西方民主国家 但是今天乌克兰问题的僵局 也将事态推向了新的高度 普京不再满足于激怒西方 而是试图要迫使西方来统一种崭新的全球格局 让俄罗斯恢复遗亡显赫的地位 而且不仅止于此 重要的是普京希望地缘政治方面的进展 能够有助于维护他的统治 因此西方通过了接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 也将有效地巩固其国内的议程 美国将成为俄罗斯在国内外的保护伞 这是一步精心策划的险期 纽约时报还指出 普京推动这个进程的时间点相当的重要 欧盟目前忙于应付自身的挑战 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尚未打到顶峰 克里姆宁公抓准的时机来推行他的宏大计划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可以随时进入到作战的态势 但是冲突并非俄罗斯的目标 局势的升级是为了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实现和平 纽约时报认为 现在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普京无法迫使西方对手来投降 他自己也不准备要撤退 但是对方的让步或拒绝 都可以被他用来推行自己的议程 如果北约明确的承诺不再向东来扩展 将会被视为他的胜利 拒绝则会成为他进一步升高紧张局势的界面 俄罗斯的对抗可能会把地缘政治变成了一场威胁之战 一方以武力 另外一方以制裁作为筹码 普京加剧紧张的局势 然后要求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 但他其实就不把这些协议当成一回事 今天乌克兰是斗争的焦点 但是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陷入到困境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寻求俄罗斯的支持 这个国家可能会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下一个目标 接下来可能是哈萨克 换句话说 这场大戏才真正刚开始 30年前的1月18号 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乘专车抵达了武汉 拉开了九二南巡的帷幕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中国政府因为残暴的镇压 提出民主诉求的普通民众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制裁 而在中共内部 各位元老对于是否应该要继续改革开放 意见不一 这对于是改革开放为其重要遗产的邓小平来说 显然是一个紧要关头 为了要坚定国人对扩大开放的信念 并且对党内高层发出明确的信号 邓小平在1992年1月17号 从北京搭乘专用的列车南下 并且在此后的一个月里面 先后的访问了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 参观了多个工厂 建筑工地跟商业中心 不过几十年过去了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任内 中国显然更重视自力更生 2015年 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的文件 提出了要力争在十年之内 迈入到制造强国的行列当中 2020年 新冠疫情来袭之后 中国的国际形象跟经济的动能 进一步地遭遇到重创 同年5月 习近平在两会期间 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回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更被外界指责违背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还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创新 跟经济发展的前进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近期来还对互联网企业发起了 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 并且重拳地整顿了网游 教培娱乐等行业 不少人认为 这标志着国进民退正在卷土重来当中 在今年的新年贺词当中 习近平也打破了历年来的惯例 只字不提改革开放四个字 究竟这位政治强人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无疑是关乎到世界未来的一大问号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